几十年来 只要是平安投的房地产 没有没有官方背景 可以说没有一笔钱是纯贷款 凡是他投的房地产 一定是投的地产商背后的官方关系 他官方说多少钱呢 整个平安所谓的投资 整个金融板块公开是3.7万亿人民币 6000亿美元 事实上平安贷出多少钱呢 贷出即5万亿 8000亿美元 就平安这个5万亿 他不要说5万亿 5000亿都能把中南坑给砸趴下 你不要以为他们是 他们有钱他们就砸不趴下 都搞得定 这8000亿5万亿人民币 在一笔手一个人手里面掌握着马明哲 所以说战友们你们要想到 马明哲现在出事的时候 查马明哲的时候 你想到中国房地产是多少钱吗 中国房地产是90万亿 90万亿的市值 90万亿你知道大卫意味着什么吗 安红你知道吗 你知道美国是多少吗 日本多少吗 德国法国 你说这几个国家加在一起的核是多少 你们知道吗 这些美国 日本 德国 法国 英国加在一起 他还不到90万亿 80万亿 就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这些美法得一日 总和还超过呢 你知道共产党的这个真实的 它是GDP是多少倍吗 500% 官方说是400% 实际是500% 美国的房地产的总市值是它的GDP 1.6% 事实上达2% 日本大概的2点多 英国3.5% 法国3.5% 德国大概3%左右 美国房地美当年出事的时候 你知道它的房地产GDP是多少吗 它是它的GDP 房地产的总额是它的GDP 1.6%而已 1.6% 现在的美国房地产还是它1.6% 当年的日本经济危机 房地产是它倒下300% 就是今天共产党的已经超过300的两倍了 基本上是300兄弟 你看这个经济啊 我再跟你说一个 你没有想到 所有这些数据更可怕的事情 美 亿 法 英 日 人家是包含了所有地产 它是资本市场 市场经济 没有什么老宅 新宅 农村宅 什么宅 它都是房地产 只要你有贷款的 只要有市值的 都算这里边了 可以说是百分之百 中共国的房地产只包含商品房 纯商业房 就九十万亿美元 那么这九十万亿美元是百分之五百 跟平安啥关系呢 我告诉你 中国的房地产最多来自资金 保险公司 第二信托公司 叫资金兰的 还有我说过的金融票据 金融票据 全都是假的 票据它不占你任何指数 都不在这个指数里面 你想想多可怕 就是说 我在天上飘的银行贷款 所谓的金融票据 不含九十万亿 不含老宅 跟美欧日义法 加一起还是它的 是它的总值了 那么这个情况来了 平安有多牛呢 就刚才大卫兄弟查的 九万亿人民币资产 就是他所谓的保险资金 银行存款等等 这个都是假的 他都是假的 为什么他假的 没人敢说出来 马明哲就有这本事 让媒体上 告马明哲的 曾经在过去几年 有一帮人告他 那我都是亲身经历的 怎么抓这几个人 怎么跑出去的 还有他什么员工啊 什么代表啊 怎么抓的 我都知道 我都知道谁抓的 抓他们的人都已经 两三拨都抓进来了 马明哲能派住人 到国际上去抓你 说这根本在哪了 在土耳其 把他弄回来 我在第二天 我就听说这人 就看到报道说 有在土耳其被抓回的 什么恐怖分子 把当恐怖分子 给抓回去了 马明哲是一个 不是常委的常委待遇 这是一点不夸张 我们为什么说 平安岛就是美国的高盛岛 美国的高盛 在美国就是德行 美国的高盛可以决定 美国人的命运 中国的高盛就是平安 那么陆金所上市多少钱 谁是最大两个股东 最艰难的时候兄弟 他是在 在这个病毒期间 他是上市的陆金所 抢在蚂蚁前面 而且玩了个狠招 不像蚂蚁啊 我上市啊 我上市啊 跟香港谈啊 美国谈 所以马云的政治段落 跟马明哲比啊 马云跟他不是一个级别的 这小子不支撑 啪就上市了 总共两周半的时间上市了 你看看他上市那几家公司都是干啥的 上市以后 平安 平安集团拥有42.3 我记得没错的话 这个所有的股份 另外一个是46点 43点多 44点多 你查一下平安 是一个BY公司 叫Tukin的 拥有 这个你可以查一下 这是官方数据啊 查了 说这个海外公司干嘛的呢 海外的公司是所谓的员工 未来给员工奖励的 3亿多股 就5亿多股 是海外的家公司拥有 5亿股里头 3亿股 是给员工奖励的啊 我说到这儿 你们看一看啊 入金所上市的350亿美元 350亿的 43点多 给了所谓的员工激利 你在看平安 当年平安银行 收购平安银行 就深圳银行 收购平安银行 还有平安保险 所有上市都是一个路子 大部分钱留在海外股份 说这是给员工激利的 平安已经几十年了 你现在给过员工激利多少 这家公司是谁 所以马明哲的套路 在我面前玩就像透明人一样 真的 就像没穿衣服是一模一样 所以当时我们是被 记住啊 入金所七哥是有投资的 我今天在官方直播说 我们有投资 我才敢这么说 我有整个入金所 所有第一天发展到今天 所有的每次 每次的所谓的私募 每次的私募都有文件 我全有 整个股权变化 甚至我全有 他为什么把入金所上市 给多少钱你知道吗 马云上市是几千亿美元 蚂蚁金服 入金所只搞三百多亿美元 入金所值多少钱 入金所绝对上市搞两千亿 一点问题没有 他为什么只三百多亿啊 而且为什么这个将近四亿股五亿股在那割着啊 为什么平安金合在大墙上挂着 平安的所有的规则 一进那个马明哲的座上 平安相信 相信中的信任 就是我相信一国保密 这边相信爱国 游戏规则 能让我们更安全 所以 中国平安 是吧 这就是游戏规则 这我一讲的 在路金所这时候大家记住啊 他把钱弄到外去全弄了世界上最大的政治头 国内的政治大家 就是未来的政治家和现在的政治家分好了 我平安给你的海外把钱弄好了 本来值两千亿上市的 我给你弄了三百多亿 而且连接了外国几个赵泽地的势力 这顿餐是多精致啊 喝的都是Romanty County限量版 吃的都是世界上最天然的东西 而且来参加这场晚宴的都和你平起平坐的 是现在和未来 不是过去 跟钱没关系 谢谢大家